一名陈信继承车运降 2月22日凌晨在新北系只搭载林信南乘客 接着一路开往台北内湖 但林南河等你最无法说出正确地址 且陈信应将认为林南酒后有序易攻击行为 便直接将其拉下车丢在单向三线道上 即使林南倒在地上无法自行站立 陈信应将也不与李慧开车离去 直到警方或暴掉越监视器 才发现这起离奇案件竟是计程车运降所为 陈信应将坦诚犯刑 检方任其行为设为被契约遗弃罪 考量陈信应将身表毁物态度良好 予已还起诉处分 期间为两年 条件向公库支付三万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